Mirror 1, 《神性新夢》 我嗎?我很喜歡追劇 我是屬於那種要看的話就要一次性追完的類型 平常會看什麼類型的劇 其实我一般看古装玄幻的聚会比较多 视频软件我肯定是用爱奇用的比较多 看到盗版的影视资源被搬运 如果我不小心点开的话肯定会立马把它关掉 然后我就不会去点 然后就是会觉得我们要一起共同抵制这些盗版的视频吧 其实我在生活中不会遇到版权的问题 因为我生活圈一般上是舞蹈圈子嘛 然后在舞蹈圈的话 其实大家一般都会比较尊重原创者 混沌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哪里都想去 因为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地方 疫情还是挺严重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然后注意安全 对 和粉丝互换了灵魂 等一下 我一定会赶紧上线 然后看一看现在的刘军在干嘛 其实挺好奇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个人隐私吧 不太好过于的好奇 和粉丝进行比赛 肯定是模仿刘军啊 模仿我 底下的评论我有留意过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小姐姐你好漂亮 对于那句话我想说就是大家不要危险发烟 小号没有吧 就算有我也不会让你们知道 看微博的话我觉得会关注就是现在时下的新闻比较多 可能自己本身从小就喜欢跳舞 然后很爱动吧 然后家人就觉得你那么爱动肯定很爱跳舞 然后就把我带去学习舞蹈了 从七岁 除了吃饭 然后转场 睡觉 剩下的时间都在跳 对 哪一个动作比较好练习balance 我觉得舞蹈这个东西其实没办法速成 对就是你得把心态放平 然后一点一点从基础开始慢慢的练起来吧 没有具体哪一个动作说能够让你一步登天 对 我最喜欢一个舞蹈作品是由一个编文老师 另一个编文老师 Kai Hanagami 编的一个作品叫move together 女团舞 其实进来关注的不多 但是我脑海里面能想到的就只有 影视解说作品 以我的判断我觉得应该是 是 对了 原有视频 原有视频 然后进行二次创作的视频 嗯 我觉得是 啊不是吗 为什么不是啊 就是就是原创者然后就授权给你 然后进行二创 打击盗版的过程很长 然后有很大的成本损号 然后也是A是是B是不是 我觉得肯定是是啊 呵呵 A是正版的影视资源无人问津 然后B是影响后续的影视开发 我觉得其实A跟B应该都有 但是其实可能B会更严重 是不是很聪明了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正版影视资源 并且如果遇到侵权情况 请利用相关图形合理维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